什么是菩提心 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发菩提心 菩提心《经论》里面讲的很多 古大德的解释 一般我们都不太好懂 而是以偶一大死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讲的 我们很容易体会 他说的很简单 很清楚 真心 真诚心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说法确确实实 自古以来祖师大德都没有这个讲法 偶一大死这个说法 硬光祖师非常赞叹 真的让我们一下就明了 有许多乡下的老太婆 老阿公 也不认识字 一生都没有听过经 遇到法师传他一句阿弥陀佛 叫他老实念 他就老实 念了几年 他真的往生了 往生的瑞相非常稀有 那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经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我们想 菩提心一向专念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看到了 他没有发菩提心啊 他怎么能往生啊 我们常常疑惑 偶一大死这一解释 我们明白了 他不懂什么叫菩提心 但是他真的发无上菩提心 他真的万元放下了 一心一意念佛求真净土 往生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那哪里不发菩提心呢 所以偶耶大使这个解释 很有道理 越想越有道理 简单明了 那么照一般的说法呢 那就是观无量寿经常有讲 《大臣起心论》里面也有讲 这两本书注节都很多 古今十多大的注节都可以参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